- 大家好,歡迎來到... - 哪裡? - 什麼部會? - 還要再拍一次嗎? - 不用 - 大家好,歡迎來到長笛讀書會 - 我們呢,從我的左手邊開始介紹,由瑞琳老師 - 大家好 - 許獎章先生 - 大家好 - 蔡嘉芬老師 - 大家好 - 跟潘忠賢老師 - 大家好 - 還有我,卓燕秀 - 我們今天這個桌上很滿耶 - 本來應該是浪漫 - 對,可是這個原桌真的是... - 我們一下是滿滿的啦 - 對,是 -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是 - 長笛的家族 - 所以有看到大大小小的樂器 - 哇,這一桌... - 一家子都來了 - 一家子都來了 - 一家子都來了 - 對,爸爸啊,小孩啊 - 啊孫子 - 三幾公,六幾公都來了 - 還有外面的孩子也會來了 - 外面的孩子 - 好,呃,許大哥 - 我們今天要從哪裡開始介紹 - 我們今天的家族樂器 - 我們在想說 - 現在一般比較常見的長笛家族 - 大概就是我們知道的是 - 是BASS - 就是比我們現在正常長笛 - 下降一個八度的 - BASS - IN C - 對 - 就是我們剛剛... - C 大料的BASS - 對,對,對 - 然後... - 第二個就是我們一般的中音長笛 - 就是介於目前長笛跟BASS中間的 - 然後比較常見的是隱居 - 隱居 - 那我們等一下介紹長笛的形態 - 然後再往下就是我們一般 - 所謂的標準的長笛 - 我們叫SPRANO嘛對不對 - 是MARNO長笛 - 然後比較... - 樂團會遇到的是短笛 - 大概是這四大家族 - 那當然我們現在 - 在最新的一個發展上 - 就是有再往更低音去發展了 - 這個在我們潘老師比較有經驗 - 介紹一下吧 - 現在好像在長笛團 - 其實你最容易看到 - 除了這樣子的低音長笛之外 - 站起來了 - 對,最常見應該就是那個站起來 - 就是沒有辦法坐著吹 - 要站著吹 - 然後會有一個類似這樣 - 一個三角形狀這樣子 - 然後整個人 - 那個管子大概 - 像水管一樣出 - 對,跟水管一樣 - 真的是... - 也有一種坐著的 - 這個還不到坐著嘛 - 有一種也是坐著可以站起來 - 它是更大的在照一圈的 - 對 - 然後還有一個是站起來 - 站著吹 - 那因為管子比較常 - 所以它會不同的一個幾何形狀 - 然後讓你能夠演奏 - 然後透過長的連桿去控制音 - 好像它到低音的時候 - 已經沒有像現代長笛 - 或是中音長笛比較固定的形式 - 因為它需要轉來轉去 - 是是是 - 我覺得它那個轉的 -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 - 一個法國 - 上面有非常多的 - 有有有有 - 對,那個藍色的 - 有很多不同的形狀 - 我相信從以前到現在應該 - 即使現在都還這麼亂的情況之下 - 對,應該是有更多不同的一個長相 - 只是說這樣低音的低音 - 其實在樂團裡面 - 單論是比較像 - 我們的Double Bass - 一個低音的 - 單音的一個角色 - 支撐 - 對,它比較沒辦法 - 像我們目前的長笛 - 比較會演奏 - 延續或者比較個性化的演奏 - 所以這種低音在樂團裡面 - 屬於比較伴奏的 - 所以我們一般大家以為 - 比較少看見了 - 比較有機會是在大團 - 長笛團才看到 - 對,好像是長笛團比較看到 - 因為它的音量沒有辦法那麼大 - 好像你在樂團或管樂團 - 其實是沒有用的 - 的確啦 - 所以那種Control Bass那種 - 其實是因應合奏的需求 - 後來才延伸出來 - 對,是現在的延伸 - 所以是現在才有 - 那像到低音 - 中音開始或者是小朋友的樂器 - 都會有這樣子彎管的 - 那開始做低音就會有各種的角度 - 在做延伸的發展 - 對 - 那如果它拉得夠長的時候 - 它應該會比一層樓還要高吧 - 一般都知道我們的音域 - 我們知道管樂來講 - 你越長音域越低 - 所以當你到那麼低音 - 當然就管子要那麼長 - 這是我不可能兩個人按一個人吹 - 所以一定是會把它讓你一個人操作 - 那就是背低音潮低 - 應該站的位置應該可以跟管風琴同高度 - 是不是 - 站在那邊的樓前 - 沒那麼低啦 - 沒有那麼低啦 - 對啦 - 吓死了 - 吓死了 - 吓死了 - 可能聲音無法發出來 - 製作者會把它挽回讓你吹了 - 對 -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- 低音潮低 - 我們剛剛說是C調低 - 那這一季也是影C嗎 - 對影C - 通常都低音只有影C - 還是也有其他的 - 低音一般來講 - 目前的樂團的標準是影C最多 - 那只是說我們影C來講的話 - 大部分看到的就是一個王館 - 事實上在早期影C長期出來的時候 - 比較多是做一個斜的三角形的 - 斜三角形 - 斜三角形 - 就是這樣吹然後是斜過來的 - 跟薩斯鳳 - 是有一點這樣 - 薩斯鳳有點像 - 薩斯鳳有點像 - 因為長度跟音異差不多 - 因為長度跟音異差不多 - 對阿 - 就是類似這樣 - 斜三角形 - 可是它有一個三角形 - 對 - 然後後來 - 因為這樣子 - 確實它的彎都不好控制 -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 - 大概做一個U型的彎 - 這是我們目前最常見的 - 那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- 能不能把它拉直呢 - 手夠不到吧 - 對 - 就手 - 在Bass來講 - 因為長度太長 -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一個U型的 - 然後在早期的話 - 比較特別的是像 - 我們前面這一把 - 它是做一個S型 - 這兩把是一樣音域嗎 - 一樣以C的 - 可是它 - 感覺它多繞了一點 - 多繞了一點 - 可是它的音準是一樣的 - 一樣的 - 一樣的 - 那個通樂的調子 - 對 - 我們的水管 - 那個洗鍊台跟水管 - 還可以拿起來大家看一下 - 或是你的所謂的比較水管 - S型的 - 因為它是正短 - 它的想法 - 可是這樣子 - 如果真的把它所謂拉長的話 - 它跟它的長度 - 一樣是一樣 - 是一樣的嗎 - 這是我的錯覺 - 感覺它好像多繞一點 - 感覺它比較長 - 一個方面是 - 理論上應該是管徑 - 應該不會長太多 - 管徑一樣的 - 因為如果管徑 - 管長啊 - 我在想它如果管徑比較細的話 - 它的這個是不是它 - 身很長 - 欸沒有一樣的 - 距離是一樣的 - 距離一樣的 - 所以它管徑應該固定 - 不然你如果距離相同的話 - 音準就是不一樣的 - 因一般來講 - 我們決定音準是音孔的位置 - 事實上管徑決定是音色 - 喔 - 管徑是音色 - 一般來講 - 我們越粗的話 - 它的低音越厚 - 越厚 - 但是高音不容易發出來 - 所以一樣隱息的話 - 它的音孔位置是一樣的 - 那只是說 - 它的第一個 - 它的頭 - 當獅子法在做的時候 - 它們比較考慮是像你 - 讓你跟長底一樣吹 - 所以你 - 葉秀八示範一下 - 它拿起來就會剛好是 - 我們一般吹長底的位置 - 對這個位置 - 喔 - 對 - 跟現在的想法 - 像如果是這一支 - 它感覺比較這樣 - 沒有沒有沒有 - 這一支剛好 - 幫你移回來了 - 我們大概會這樣 - 對 - 這一支剛好才是 - 這一支會比較遠 - 也一樣 - 比較近 - 比較近 - 更近 - 那時候已經 - 但是 - 你的左手到 - 吹口位置 - 跟這個是 - 類似的 - 一樣 - 再拿差不多去 - 對 - 你再拿這一把 - 我們現在的做法 - 是為了 - 讓演奏者更輕鬆 - 所以它會做一個U型 - 你再試試看 - 因為覺得 - 左手離你 - 還近了 - 喔 - 可能右手有關了 - 原因是因為這邊多了一些 - 對 - 他們把往這邊看了 - 哇 - 它是完全低一個八度耶 - 是啊 - 隱西嘛 - 就是比他低一個八度 - 所以就很像 - 管弦樂團裡面的 - 大提琴的角色 - 然後 - 這樣子的 - 我們一般 - 一彎兩彎的差別 - 在空氣的壓縮 - 都不一樣 - 這個有機會 - 你可以試試一下 - 兩個壓縮 - 不太一樣 - 為了空氣的壓縮 - 是這一個會比較久 - 過比可觀 - 這個比較快 - 應該說 - 它壓縮 - 會效率高一點點 - 可是不一樣 - 反而效率更高 - 是的 - 因為它撞到 - 因為它幫啊 - 它撞到一個壓縮 - 一般 - 長底最怕是 - 你直接出去 - 沒有抵抗 - 就是有點Turbo - 這樣子 - 對,你沒有抵抗 - 所以這音響效果我是不太一樣 - 照理說是這一支 - 吹起來的比它更快 - 會比較渾厚一點 - 音色不一樣 - 設計上這有點差別 - 就是說 - 現在人家做兩個彎 - 會很麻煩 - 所以後來就 - 大概就 - 取笑一下做一個樣子 - 像一個畫面 - 我是做這樣子 - 會不會比較好 - 可以嗎 - 你先訂座 - 你先訂座 - 你剛才說 - 我單體比較美 - 不是 - 我的疑問是 - 它要走查 - 還是一個軟性的部分 - 那個像素敵 - 對阿 - 查是那小事 - 不用插著 - 拉過去阿 - 數字機打開 - 數字機打開 - 數字機 - 這個是Bass - 然後 - 最後我們介紹Auto的部分 - Auto比較特別是說 - 像我們剛剛提到 - 你可以真的把它拉直的 - 因為Auto的長度沒有那麼長 - 一樣 - 這是直管的Auto - 可是對我來講Auto已經很差 - 對已經很吃力了 - 不過你起碼可以吹得到 - 對 - 然後一般我們現在覺得說 - 會Auto - 直管會比較帥一點 - 噢 - 噢 - 那它彎管也是會有Turbo的效果 - 會 - 也是 - 這個跟我們以前印象不一樣 - 以前我覺得直管的聲音比較好 - 對 - 彎管好像聲音沒有樣 - 他們認為我經過這個說法 - 他們就會認為說 - 彎管那個音色怎麼樣 - 凹了一下就比較不好 - 事實上我們可以這樣說 - 直管比較直接 - 但是彎管多一個Turbo - 就像我們Turbo的車會慢一點點 - 但是後面的效果比較好 - 齒 - 其實你看同管都是彎管 - 嗯 - 頭管是Handa visual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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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monstration - 对 - 你說它會比較慢一點點 - 這個意思是那個氣流 - 比如說我按下去它的反應時間會 - 會超微秒差差 - 再一點點 - 但是它發出來的那個聲音是比較好 - 可以試試看 - 一樣兩把的話 - 可是這個是不是跟每一把的狀態雙 - 還是會不一樣 - 還是會 - 主說我們可以做的時間就是 - 一模一樣的long - 對啦 - 因為它有時候會配- 配兩把頭 - 對 - 就是一般的還都會噴去 一般的 只是 那一支超好吹的 那一支大概沒有辦法再扁筆 不錯喔 這支比較特別INF 對啊,你拿了一個不是剛剛那個點 要出發過話 我們還沒有輪到他 你太想曝光了 那怎麼辦呢現在 對啊,我想說剛剛還這支 沒關係,先來這支 這是一般隱居的 隱居的王館 我們現在設計讓你 可以離得比較近 好耶 因為是我的樂器啊 哈哈哈哈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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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